看看新闻吧 天后王妃跟李亚鹏简直做到了离婚切的楷模 两人虽然离婚但友情依旧 他们会不定期的聚首带女儿李嫣游山玩水 闲暇时约着一起过亲子生活 这不5月27号就是李嫣8岁的生日了 王妃和李亚鹏早早就约着一起替女儿庆生 爱女生日王妃和李亚鹏自然不会怠慢 两人早早的就请了不少好友出席生日派对 一向酷酷的李亚鹏在派对上还蒙上了眼睛 和小朋友们玩起了捉迷藏 而天后王妃则是在一旁坐起了啦啦队 拿着气球拼命的舞动为前夫打气 温馨的氛围中李亚鹏和王妃免不了来一些合影 您瞧照片中王妃忙着吃蛋糕 李亚鹏则是笑看着镜头 看得出两人虽然是分开了 但是再见人是朋友 天后不愧是天后 这离婚都离出了和谐风范 而李亚鹏也在切蛋糕的环节当中 当场亲吻的女儿李嫣 父爱满满 除了陪伴女儿之外 天后王妃的日常生活相当丰富 这不日前就有一位娱乐圈中人士 对外透露称 王妃离婚前后 曾与一位著名的男性 发展出一段地下情 据悉该W姓的男性 与王妃年纪相仿 英俊潇洒 并且该W姓的男性 还曾经参加过燕燃天使鸡精晚宴 并且表示过很欣赏王妃的才华和歌曲 不过该传闻目前还无法得到证实 除了被传婚后生活 有心恋情外 闲来无事 王妃还会约上三五好友 一起聚一聚 打个麻将什么的 最近就有媒体拍到 一身休闲装的王妃 溯源出行 到达了一家普通的居民楼 而来到这儿的目的 就是跟几个好朋友们 一起打打麻将 有这么丰富的业余生活 王妃看着也实在不像是要出家的人 新乐再现 综合报道